你好,今天我们将继续向您讲述哈佛中国史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第六卷 最后一个中华帝国,清朝 清朝,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朝代 说我们熟悉是因为各种关于清朝的官方也是小说电影铺天盖地 似乎谁都可以说一说清朝的人物和事件 同时,我们对清朝的印象也是比较固定的 上半年开疆拓土,盛世等各种辉煌牛占全球GDP 下半年开始施权辱国,被外国人欺负虐待 同时,室内也很颓废 终于,一场革命结束了,清朝完蛋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结束了 奇怪,因为这些固坏的印象掩盖了清朝的很多历史真相 所以一个真实的清朝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的认识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读一读这本外国历史学家写的《清史》 换一个不同的视角和维度 重新认识中国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最后一个朝代 清朝 本书作者威廉·洛 William Law是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 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汉学家 专门研究现代东亚的社会和历史 几年前,在中国有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叫 红宇《中国一个县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他写的 在这套《哈佛中国史》《清朝》中 他写的是整套书的收官之作 在这本书中 威廉·罗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 他的研究方法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我们过去熟悉的一些结论 第一个叫社会史的转折 也就是说 以往的清史研究 尤其是中国学术界习惯把清史分为两段 以鸦片战争为界 第一节是中国传统帝国史的延续 第二节是所谓近代史的开端或前奏 而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被认为是将清史切成两半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所谓社会史转向是将清史视为一个整体 不分前后期寻找共同的线索 同时暂且抛开外界因素的影响 而着重从中国内部去挖掘影响清朝历史的走向 他们称之为在中国发现历史 第二个叫内亚传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是对我们认知的最大颠覆 说起以前的清朝 总觉得自己像个兽气包 经常被欧美日帝国主义欺负 觉得清朝是个失败者 或者至少从同情的角度来说 是个受害者 但这种新的历史观认为 清朝不仅没有失败 而且非常成功 这不是随意的颠倒 而是通过对清朝的疆域 人口 经济等指标的综合评估得出的结论 细节我们以后再说 第三个叫做欧亚转向 这世内亚转向的升级版 即把清朝的历史放在当代欧亚大陆的整体格局下 与其他大帝国进行比较 无论是与印度的末乌尔帝国 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俄国的罗马诺夫王朝 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相比 清朝的中国都与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那就是都在努力建设一个中央集权 多民族多元 有扩张倾向的大国 我们以前认为 清朝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清朝是同时期相互竞争的众多大帝国之一 社会时转向 内亚转向 欧亚转向 作者介绍 这是当今西方汉学研究 清史的三个新视角 在本书中 作者罗维莲也试图从这三个角度 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朝的新形象 首先说成绩 清朝最大的成就 是对中国疆域的贡献 从疆域来说 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澄清几个误解 以前的史书都说 元朝的疆域最大 其实这是不对的 把元朝和蒙古帝国混淆了 我们在上一本书里 讲过这两个概念 元朝建立时 蒙古帝国名存实亡 元朝和他的几个兄弟政权 也就是所谓的四大克韩国 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 元朝控制不了别人 经常打仗 所以把中亚、西亚、俄罗斯等 四大克韩国控制的领土 都算到元朝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且 可能有人会觉得 我们看唐 明两代的地图 好像都不小 但是这种地图和清朝的地图 有本质的区别 到了唐 明时期 处于边疆 中央政府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更多的是采取羁绊政策 简单来说 你只是名义上听我的 有时候即使你名义上听我的也没关系 别找我麻烦就行 尤其是西北和西南 像唐朝 南兆和吐蕃在西南 回合在西北 我们在唐朝 一书中说过 唐朝中后期吐蕃和回合经常被欺负 所以很难说 他们的地盘就是唐朝的地盘 同样 在明朝 北方和西北 是一系列的游牧政权 包括瓦拉和土木堡之变 俘获了明朝所有的皇帝 所以 把别人的地也算成明朝的地 似乎有点可笑 然而清朝就不一样了 只有到了清代 西北和西南 也就是作者所说的 内亚 才真正成为中央任命官员 听命于中央的直接领地 所以 清朝的疆域 比以前的朝代要大得多 如果考虑到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 从今天东北这么小的地方起步 占据了这么广阔的疆域 这个成就就更加了不起了 当然 从清军入关 到开疆拓土过程中 血腥的一面 在本书中并没有回避 但这本书也说 清朝的疆域扩张 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 而是将一整套 中国特色移植到边疆地区 比如宗法家族制度 所有子女平等分配财产 乱伦禁忌 婚丧习俗 定居农业 土地财产 登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等 正是这些 让这些地方真正成为了中国 而且清朝并没有简单地 将这些地方汉化或满清 而是保留了相当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 将许多非汉族民族融合成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新政治体 因此 清朝的大部分领土被后来的中国政权继承 今天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多元的国家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 清朝入关后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锐减 但到了1700年 也就是康熙后期 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明朝鼎盛时期的1.5亿 到1800年已经超过3亿 到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 可能已经达到4.5亿 为什么人多了这么多 传统上 我们解释说是因为从美国引进了高产作物 如玉米、南瓜、花生等 但实际上 这些作物在清末就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 其影响更晚 因此 整个清代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土地的增加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新生死亡率的降低 此外 清朝的一些政策也有利于人口增长 比如明朝打破了人口迁徙的禁令 这个禁令在明朝虽然也是有仅有松 但是解决了固定土地上人口有限的问题 再说 康熙50年颁布的人头税减免政策 永不加税 也是对人口增长的刺激 但是 人口虽然是清朝的一大功绩 但也是清朝危机的最重要内因 这一点 我们后面会讲到 说完了领土和人口 我们再来看经济 这也是这本书 打破我们通常印象的地方之一 作者对清代的商业 尤其是清代的跨区域贸易和物流体系 评价很高 认为这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商业革命 我们之前介绍了宋代商业贸易的发展 但作者指出了这种发展表象下 市场不完善的两个标志 第一 宋代的跨区域贸易 多是买卖城市人消费的奢侈品 用经济学的话说 一些刚需 产品仍然难以通过市场解决 其次 宋代包括唐代 粮食从东南富庶地区运往北方 更多的是因为国家的号召 而不是市场行为 这两个问题在清朝得到完善 到了清代 市场品类更加丰富 那些生活必需品 比如粮食 有更高的剩余产量 所以更多的人进入市场 全国有10%的粮食 一半以上的棉布 90%的生丝不是生产自用 而是在市场上出售 这说明更多的人从生活必需的生产中解放出来 可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 更多的非农人口增加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 所以一些新的商业形态和资本运作也发展起来了 这些都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除了国内贸易 国际贸易也值得一提 当我们谈到清朝时 我们经常提到闭关锁国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印象 清政府确实有过海境 但康熙年间收回台湾省后 中国民间主导的海外贸易一直在恢复 比如当时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 也是严格执行锁国令的 然而 在长期 一个港口被保留给两个国家进行贸易 即中国和荷兰 从这里可以看出 当时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规模 复日游客主要是江浙商人 当时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 他们去日本比去中国内陆更方便 而且这种跨国贸易高风险 高收益 为了抵御风险 他们想出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每个人都筹钱投资股票 谁投入的股份多 谁就能在货船上占据更多的货舱空间 然后通过中介 也就是所谓的 牙电 雇佣专业水手开船 每个股东不需要自己下海 这是早期的公司 类似于现代欧洲的海上贸易公司 这些都出现在乾隆时期 可见 即使后来西方人没有进入中国 中国自己也能发展出今天公司的雏形 让我们从文化方面 寻找下一个可能颠覆你就印象的点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吃人的礼教 意思是 所谓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 达到了吃人的程度 也就是杀人 而我们传统上认为 这种压迫越来越严重 到了清朝达到了顶峰 但是在这本书里作者发现了一个新的视角 谈到宋代 我们就提到了朱 他是宋代以后新的儒学理论权威和形象代言人 他提到一个特别不好的口号 就是饿死是小事 失节是大事 这是一种片面的女性道德标准 一提出就受到历代道家的广泛欢迎 也让女性深受其害 然而到了清代 学术界对这种极端的要求进行了反思 例如一位名叫亡古的学者批评朱的提法 这与传统儒家倡导的基于人性的同情是相反的 这不是个例 这种新的价值观倾向也可以在国家政策中看到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 总是强调一种单向的义务 比如子女对长辈的孝 妻子对丈夫的忠 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孝忠 最终可以引申为对国家的孝忠 对政府非常有利 所以清政府也提倡儒家思想 也赞扬寡妇的贞结行为 具体方式是传说中的贞结牌坊 但当一些大家族把贞结牌坊 作为家族地位的象征时 政府开始怀疑一些寡妇 所谓的守真行为是不由自主的 于是淡化了对贞结的认可 更人道的是 政府反对极端的守结 即所谓的殉难 丈夫死后 妻子自杀 政府认为鼓励寡妇牺牲生命 是不道德的 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所以不提倡 奖励 殉难的情况非常少见 所以和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 到了清代 官方和学术界都对这种 道德规范与人性的冲突 进行了反思 清代文化的另一个反应是小说 小说的流行背后 是十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扩大 我们知道 清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小说 如长篇的《红楼梦》 《如临外史》和短篇的《聊斋志异》 在这本书里 作者特别称赞了吴的《如临外史》 这是清代最伟大的讽刺小说 随着小说的流行 无论是一些主流价值观 还是一些讽刺和反思 比如 《如临外史》 对科举制度的讽刺 都在市民中传播开来 所以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 自古以来就有如是道 现在又多了一个小说教 小说当然没有宗教的组织和形式 但从普及文化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来看 小说确实起到了像宗教一样的传播作用 所以说 清朝虽然有非常严酷的文字域 但是文化的普及程度 人民尤其是城市人民的思想深度和广度 都比以前高了 最后 政治方面 我们以前的书都是从一开始就讲政治制度 这里就留到最后 因为这部分可能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 当我们谈到清朝的政治制度时 最常见的两个印象是 守旧和中央集权 这两个结论 当然可以有很多证据支持 但是 这种标签化的印象 也会掩盖很多历史事实 先说 保守 其实 清朝有很多制度创新 非常标新利益 有所突破 例如 在政府机构的设置上 这本书指出了清朝的三大亮点 理 内务府和军部 理处理非汉族地区的事务 与六部地位相同 其主要业务是通过各种仪式化的活动 将非汉族地区更紧密地融入帝国 内务府 负责处理天皇的个人财产 将皇室的开支与国家财政分开 兵部 雍正时期为应对西北战事而设立的机构 我们通常的解读是加强皇权专制 这是事实 但军事部门和配套的纪念制度 也使皇帝和帝国主要官员之间的沟通 更加顺畅和高效 这些制度都是清朝的政治革新 此外 在制度创新方面 笔者对清贷的粮食供应 货币供应 司法诉讼三个方面都有极高的评价 在粮食方面 清朝建立的定期清算制度 可以保证全国各地的粮食供应 以及粮价的稳定 货币 通过调节银合同 这两种以货币为基础的金属的市场供给 以及汇率 保证了币值的稳定 在诉讼方面 政府参与民事诉讼并做出裁决 但主要依据刑法 拒绝颁布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民法 原因是 民法的颁布可能导致诉讼增加 破坏社会和谐 所以 儒家提倡的所谓 教化仍然被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些做法 不管今天看起来有多瑕疵 在清朝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清朝政府 是不是像以前西方学者评价的那样 是所谓东方式专制的典范 还是像最近一些观点说的 政府是最基本的税务和公安代理人 作者回答说 这两种观点同样正确 清朝确实延续了中国政治制度走向的一大特点 就是皇权越来越大 但同时 从其政府组织来看 可以说 清朝是一个 小政府 它巧妙地借用了民间商业行会 地方乡身 知识分子 宗教势力 来帮助管理社会 以上是罗维莲 在本书中为我们描述的一个全新的清朝形象 怎么样 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耳目一新吗 这也是罗维莲 对清朝的总体评价 看得出来还是挺高的 就像他那本书的书名 《大清大清》 真的有一种欣赏在里面 说到这 都是正 这本书好像是针对清朝的 翻案 其实不是 它主要是从新的角度研究清朝的历史 不可回避的问题是 清朝最后失败在哪里 在这里 作者仍然采用转向社会史的方法 主要从清朝自身内部寻找问题 发现了以下几点 异人口和人才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如前所述 清朝领土增加 人口也增加 起初 这种互动是良性的 但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时 问题就出来了 以前人多地方少 现在人多地方少 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 单位土地的价值已经到了极限 人口逐渐成为负担 比人口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 不是人才缺乏 而是人才过剩 我们在以前的书里已经说过 宋代以后 科举和做官事实人的主要出路 但在清代人口基数大增的背景下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到1800年 超过140万人通过了科举考试 并获得了名声 但是 每年七十个进士中 只有两万人能真正做官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 穷书生这个词 也就是说你 虽然通过了科举 有资格做官 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名额 所以 你只能一直做备胎 当然会穷 而那么多辛辛苦苦成名 却只能坐等工作的人 那当然是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更不用说 那些科举失败的人了 比如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 二 腐败 明白了这一点 监督机制的失效 官员道德水准的下降 腐败的出现 就不可避免了 最典型的 当然是小沈阳 但小沈阳并不是个例 在他那个时代 官场腐败已经系统化 既得利益势力 强大到连皇帝都不敢碰 因为 如果真的 要严格全面的反腐 那也许政府就跑不了了 三 内部叛乱 太平天国之前 清朝的农民起义 比汉末 唐末 元末要轻 但问题是 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起义有民族和宗教原因 但核心原因是 人口过剩和腐败 使人们看不到出路 陷入叛乱 第四 经济萧条 这主要发生在道光年间 所以也叫道光萧条 这一时期 中国白银供应严重短缺 传统上我们认为是鸦片的流入 造成了国家连年的贸易逆差 和白银的外流 但是 如果我们更宏观地来看 就会发现 这一时期的白银短缺 是全世界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上一卷中提到的 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了一座银山 叫做波托西山 后来 从这座山上开采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支撑了明朝后期 中国的经济繁荣 但是金山银山也管不住天天挖的人 到19世纪初 波托西山已经被掏空 随着南美白银供应量的下降 加上日本严格执行锁国令 限制银铜外流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银荒 对实行银铜双本位置的清朝 产生了非常致命的影响 除此之外 作者还提出了改革思想的产生 曹韵和严正两条经济命脉改革 不成功等观点 这些原因也是他提出的 在中国寻找历史 但罗维莲并没有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 我们上一本书 介绍了中国的朝贡体系 让清朝盲目自大 与此同时 出于对西方的不信任 中国对外商设置了许多僵化 不人道的政策 例如 广州的十三行制度规定 外商只能与广州有限的中国商号进行贸易 同时 每年还得按时出入 在广州 他们只能住在指定的区域 但不能闲逛 外国女人不能来中国等等 这些禁令 让外国商人很不高兴 后来 中英因为鸦片贸易发生冲突 鸦片贩子跑回英国告状 恰好当时 英国正在进行所谓的自由贸易 正是这个原因 发动了鸦片战争 清朝战败后 由于对西方外交规则的无知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和各种霸王条款丧失了大量主权 这对经济的影响最大 如单方面最惠国待遇 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 中国人在国外得不到平等待遇 这对中国的商业发展非常不利 清政府尝试了各种改革措施 但成效平平 在此期间 发生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内部动乱 如田平王国 义和团运动 以及外国战争的失败 如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八国联盟 清朝一天不如一天 最后被革命推翻 1912年 清帝退位 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 帝制时代结束 这套以中华帝国 为题的哈佛中国史 已经为你讲完了 按照总结的惯例 讲到这里 应该一起总结今天讲课的内容 但是 哈佛中国史这么大篇幅的一套书 讲完之后 你已经听得很吃力了 作为最后的谢幕 我们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回顾整套书 哈佛中国史 是美国 德国 加拿大四位著名汉学家 历时六年的心血之作 代表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原名 中华帝国史 中华帝国史 或 中华帝国史 全书共分六卷 即第一卷 中华帝国早期 秦汉 第二卷 分裂的帝国 南北朝 第三卷 世界帝国 唐朝 第四卷 儒教统治 这本书的重点 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 也不是抛给你一些结论 而是介绍每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 这样 你就可以对历史有更全面 立体的认识 比如秦汉 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形成 皇帝地位的出现 巩固政权而存在的学术体系 南北朝 士族的形成和士族子弟的风度 即所谓魏晋风度 各大宗教的出现 及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 唐朝 一系列重要变革 中国过去一些标志性制度的消亡 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体系 宋之变 新知识阶层 士大夫的兴起 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 以及从市民生活 到外交国防 对宋朝的各种影响 原名 蒙古政府打破了 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平衡 和儒家君臣的价值规范 这种打破 为明朝皇权个人独裁的实现 铺平了道路 清史 国外史学界三种 新的清史研究方法 以及这种方法下的一个 全新的清朝形象 这就是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 正如本书主编蒂莫西 布鲁克在总序言中写道 我邀请你进入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 而四个学者站在外面观察它 我希望你会同意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 你会错过但值得关注的东西 我也希望 我们发现的 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能启发中国读者 用自己内在的观察视角 审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空间 来谈论哈佛的中国历史 不知你是否从中获得了新的历史认知和感悟